记得有一个学体育的男孩子 他和他爸妈听说学空乘专业会比学体育轻松 在试课的时候 这个学生主动说想跟我上一节体能课 感受一下空乘体能课和学体育的体能有什么不同 我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很开心 这也是第一个主动要求体能课试课的学生 试完课 这个学生给爸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学空乘 这个学生的一考成绩 四大行过了三个 山东师范大学联考成绩也非常好 在任教的这段时间 认为老师的功力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看学生的资质条件有多好 是要看跨度 看学生在学习后的变化 这才是最凸显老师功力的 在我每届学生里凭减重35斤 厉害的减肥80斤 可见专业的学习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不仅考上了之前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名校 形象气质其高了 自信心增强了 这些成长和改变是影响他们一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成长和改变是影响的 有趣的观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